音樂有一種很特別的能力 聽歌可以有舒緩的作用 聽完一輪之後,你便會覺得很多負能量都會失去 而創作人便可以透過寫歌傳遞一些訊息感染別人 講到聽音樂,現在聽音樂的模式不同了 以前聽音樂一定要買CD、買碟、買帶等等 現在就不同了 手機零聲甚至接駁零聲都在聽音樂 雖然媒介不同了 但不變的始終音樂可以牽動情緒 更加就是煽動真音樂 各位觀眾,歡迎收看煽動真音樂的朝早彩排環節 所有參賽者早已來到九龍灣展貿中心 彩排這一天的節目 而且他們雖然很早已來到現場 但仍然狀態十足 多謝,請繼續細心欣賞 煽動真音樂全港公開賽的準決賽 雷曼即將會在九龍灣展貿中心舉行 而所有參賽者一大清早已去到展貿設定頭做足準備功夫 密羅緊鼓地開始彩排了 今晚的大會評判仲是很有份量的音樂人 包括有肥媽,譚國正,徐小明,黃冠宗和陳慧嫻 加上各位參賽者的樂力演出 今晚一定有一番龍爭虎鬥 而今次其中的表演嘉賓蘇姨譚凱琦 阿Ray鍾建威和Anthony戴環宇 當然不會偷懶 今早就十分落力地彩排 又唱又跳 相信正式演出的時候一定會更加精彩 今次煽動真音樂全港公開賽 這麼大型的盛事 又怎少得我們主播文歌王子歐永權 今次Albert除了會擔任C2之外 當然亦會露一首他的音樂才華 平日大家都應該聽過Albert的歌聲 但據知Albert今次就會搞搞新意思 在結他和鍾建威的Sax風伴奏底下 演繹一段心情說話 想知他講什麼 大家記得密切留意 煽動真音樂全港公開賽 十月十四號舉行 在五起開場之前 一眾的參賽朋友 他們都是懷著一個幾興奮又緊張的心情 希望可以在台上發揮他們的潛能 至於一班的評判 他們都異口同聲 希望香港可以多些 好像煽動真音樂這一類型 是鼓勵真音樂的show 來到最後彩排 各位參賽者已經準備就緒 務求在比賽中作出最佳的演出 這次表演嘉賓 除了道麗莎之外 還請來著名內地歌手薩滴滴 當然亦不少得肥媽了 他將會和三位新人鍾建威、大環宇和譚海旗一起敬歌熱舞 唱的當然就是阿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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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媽話 兩樣都要有 你要有心 要有聲 聲是可以練的 因為你一定要有心 你要當音樂是你的老友 因為沒有一個音樂人到今天為止 在美國好邊路到 沒有一個音樂人敢說自己是最好的 為什麼呢 因為音樂是學之不盡的 經過一連串的彩排 去到開訴之前 小明哥就率領大家進行切小豬擺食的意識 一班參賽者信心十足 而我們的工作人員更加是士氣如虹 小明哥還和大家作最後的指導 好 好 謝謝大家 大家看完其實真的是叮噹碼頭 我們所謂今晚的演出 就要看他們的臨場的發揮點 好緊要 還有就是說不同的評判 可能大家對演出方面也有不同的審議 所以其實錄死誰手要今晚才知道 通常新人他們都會膽怯的 你有沒有什麼感浪給他們 剛才我們交流了 跟他們談完之後 其實都不用我多說 他們本身已經是 雖然說他內心參賽 可能都有點戰戰兢兢 但在外面看了他們的時間 因為他的投入 因為他完全是對於音樂那種沉醉 他反而是那方面不太干擾到他 其實這是最重要的 除了參賽者緊張之外 幾位新人CII兼表演嘉賓 好像Ray和Anthony也十分擔心 事關今晚將會面對一班前輩的嚴峻考驗 人家你爆肚喔 爆肚? 做CII然後爆肚 所以Ray就說有點難接 其實我在Ray身上都學了很多東西 沒有添口我實在 例如什麼呢 例如如何散發他的青春 以及歌藝上的技巧 起床很清楚 是啊 我一向都青春的 沒有老過 你沒有老過 從來都沒有老過 我覺得因為每個人都好唱得 在他們身上 我都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本身是喜歡Rap 如果給Tips的話 要有台風 還有給自己多點信心 給自己多點信心 我沒有想像阿姨